陳博士 金晶智博士 各位同仁 大家午安 今天我們很高興請到金晶智博士 來跟我們談一下 基因方面的問題 金晶智博士 目前是洛克佩洛英國的 Postarbello 我簡單介紹一下金晶智博士 金晶智博士 金晶智博士 在John Hopkins 拿到MAS Statistics的碩士 那之後在Washington University St. Louis 拿到人類一番學成績觀念的博士 那是在2014年 2014年到2018年之間 他是在耶魯大學當博后 做了很多很好、很好的研究 那麼從今年6月在Raphael University當Postar 那麼金博士他的專長研究的方面 大概一個就是我們今天會看到先天性心臟病 另外一個就是一些Neurodevelopmental Disorder方面的研究 像Xiana Digis 他也發表了很多好的研究 這一路下來都有很好的report出現 比如說像在2017年在Nature Genetics 那麼金博士又發表一篇關於先天性心臟病的一些Rare Variant 那麼一些Benovo突然出現的一些Variant 那非常的精彩 那我想我們今天會有很好的收穫 那麼我想我們就請金博士 謝謝 老師的精彩介紹 然後我叫金聖志 然後我今年6月剛隨著我老闆去Raphael 然後今天我主要跟你們介紹的是 我如何從 從看Alzheimer症 Common Variant 然後到我國會的Training 看Rare Variant 然後這中間的轉折 然後但是我會Focus在 Common General Heart Disease 跟我們所謂還有一個是水腦症 這個腦部的這邊會特別大 通常都是非常極為罕見的疾病 好然後在我講為什麼 我要做這個東西的時候 了解這個問題的重要性 是第一個出發點 然後再來就是 有很多人做這個先天性的疾病 但是過去遇到困難 還有現在這個Development的Technology 帶來的進步 然後如何我們把這個應用在Rare Mutation Rare Mutation, Rare Disease上面 都會做一個簡單的詳述 好然後為什麼我們要做先天性疾病 其中很大的一個原因是在於說 這些很多先天性疾病的小朋友 他都是偶發型的 所謂偶發型就是他沒有家族病史 所以說這個小朋友 是第一個在這個家族裡面 得到這個疾病的人 然後呢但是呢 我們知道呢 用傳統的generate study approach 是非常難見的 尤其是傳統generate approach 通常是用association study 或是linkage 如果你沒有這些information 你基本上是沒有辦法找到致病的基因 然後呢 大概大概知道是從大概08、09年 這個Nationary Sequence的發明 造成了非常大的突破 那也找到非常多多 致病的基因 但是呢 如果你再看過去的literature 大概有60%到70%的病人 我們還是不知道他的病因的 所以這就是motivation 那我們要如何應用現有的方法 加上一些突破性的發展 去找到剩下60%到70% 我們不知道的原因 那我希望來這邊總結一下 我們遇到的問題 尤其在先天性疾病裡面 包含了非常非常多的病發症 這些小朋友 他不只帶有一個疾病 他帶有好多個不同的phenol type 再來呢 我們在這些study 我們很難找到genotype跟phenol type 的concordance 然後再來呢 通常呢一個疾病 尤其先天性疾病 由統計的方法去計算 大概有100、200、300個基因 會造成這疾病 所以locus heterogeneity 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然後通常呢 因為他是罕見嘛 所以說這些study 都是很小很小的study 所以說這造成一個 非常非常的困難 因為呢 你要找到基因疾病 造成疾病的基因 你需要很大很大的coercise 最後呢 這也是我帶來的突破 就是我們在過去 甚至現在 我還是缺少 適當的分析方法 來找到 致病的基因 所以呢 我接下來我會先介紹 concred heart disease 再來我會介紹 水腦症 然後再來我會跟你講 我現在在做什麼 還有我未來要做什麼 好所以 concred heart disease 它的定義呢 是any structural or functional defect of the heart at birth 然後呢 根據所有的epidemiology study 它大概影響了1% of all alive births 然後呢 我們知道 concred heart disease 因為它 因為它是影響發育中的心臟 所以說它可能會造成 在不同心臟的部位 有不同的缺陷 那通常呢 我們 我們會 有太多太多的subthinotide 可以用滑鼠 喔 OK OK 在這裡有 concred heart disease 有非常非常subthinotide 但是在我們的cohort面 我們 一般來講 我們把它歸類成 colontrungal defect Live ventricle outflow Helotaxi 還有Otus 所以說這裡 你可以看到 這三個是蠻常見的 concred heart disease subtype 然後你可以看到他們影響不同的心臟的部分 然後我必須要碰到一個很重要一點就是 百分之八十的心臟心臟疾病的患者是沒有 他的爸媽是並沒有任何的病因的 我們沒有辦法找到任何的concred heart disease的平台 然後呢 在我 開始我的postr之前 這是我們對於concred heart disease的了解 我們大概知道環境的因素 比如說 比如說 媽媽在懷孕的期間 有這個Ti2 diabetes 就是 有那個 糖尿病啊 或是smoking 或是drinking 他會造成大概 10%的concred heart disease 然後 chromosome neoploid 就是你的染色體有異變 大概造成了43% Rare copy number variation 大概10% Mandelion CHD 大概1% 其他的 將近70% 都是 unknown 所以說 所以說 這裡有一個很大的 然後 進步的空間 所以說這是為什麼 我進入 Rick Clifton Lab 為什麼我選這個Final Time做研究 這個原因 因為很大的突破性的空間 然後呢 所以 由於呢 那麼大 70%的病人 是沒有任何的 診斷 或我們不知道他病因的 所以呢 NHLBI 在大概2010年的時候 他 他 put together multiple centers 然後呢 這是一個 perspective study 然後 所以說 我們找 如果 如果我們找到的基因 我們可以回去 這些病人的家屬 再收集他們的 比如說 他們的blood 他們的sample 做更follow out study 然後 目前而言 我們有大概 四萬 sorry 4700個病人 然後 很絕大部分 我們有他們 爸爸媽媽的DNA 我們也 也有這個 NGS的data 然後呢 我們大概 大概有900到1000個 Hole Geno Sequencing的data 然後呢 array data我們也很蠻多的 RNA sequence 我們也蠻多的 所以說這是一個很大的課獲 有非常多的 資源 讓Genesis去找到 治病的基因 好 然後 早期呢 早期呢 我們的focus 在denoval mutation 那 我剛剛講 CHD常常是歐巴性的 所以呢 然後呢 尤其是這些病人呢 他會影響他之後的 這個 找配偶或是生殖的 這些問題 所以呢 這種種的因素 可以 間接的造成為什麼 我們希望找到 有多少 conjured disease 可以被這個denoval mutation 造成這樣子 那denoval mutation是 爸爸媽媽不帶有這個mutation 但是呢 小朋友帶有這個mutation 他通常是在你這個 在複製的時候出現錯誤 然後呢 呃 從 種種的 development disorder 的literature 我們知道 他是比transmutation 來的 有更大的effect size 更可能是致病的 然後呢 根據我們的 data base 還有autism consortium 大家知道 如果你 perform whole genome sequencing 你在每一個病人裡面 或是一般的control 你大概會找到 70到100個denoval mutation 那如果你只是看 whole axon sequence data 大概一個 每一個人會有一個 這個denoval mutation 然後呢 呃 就算我們能code denoval mutation 但是我們怎麼 用 這些data 然後用分析的方法 去找到有 有meaningful的result 那 在2014的年的時候 這個borough institute 的mark daily group 他們發明了一個方法 那我們也借用這個方法 運用在我們的study裡面 尤其是denoval mutation 那我來跟你講 我們怎麼用 首先 我們 我們需要 now hypothesis 我們需要知道reference 的probability 所以我們從 a thousand genome project裡面的 intergenous region 我們看 chimp跟 human 是同源的這些部分 然後呢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哪一個是 ancestor allele 哪一個是 derived allele 然後呢 知道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呢 我們可以用這些data 去generate 這個now hypothesis 然後呢 下一步 我們會 比如說這個snaps 好了 我們會看上面的這個 上面這個base 還有這個下面的base 這樣你就 我們定義這個是 tri-nucleic change 為什麼這很重要呢 因為呢 我們根據這個tri-nucleic change 我們可以知道 比如說 GGC到 GCC 或是 GGC到 GTC 或是 GGC到 GAC的mutation probability 那 因為 Southern Genome Project 是我們reference reference database 然後呢 如果我們呢 建立一個這個tri-nucleic change 的probability的話 我們可以應用這個reference probability 然後 在我們的這個pcgc的dataset裡面 然後呢 我們對於每一個GIN 我們可以算 我們發現synonymous mutation的幾率是多少 我們發現missense mutation的幾率是多少 發現nonsense 發現sliceside mutation的幾率是多少 然後呢 接下來我們可以用這一個probability 去估計 我們在每一個人類的GIN裡面 會找到多少denormal mutation 然後呢 我們可以compare 在你的cohort裡面 你找到多少 跟 根據這個expectation model 你期望找到多少 所以你可以quantify 這個fold change 然後你可以算出一個p value 所以這是我們的 這是 Mock Daily Group develop出來的 統計方法 然後呢 運用這個統計方法 我們在2013跟2015年 發表了 在Nature跟Science 發表的文章 我們找到了 在這些CHD的病人裡面 這些protein damage denormal mutation 確實有很嚴重 會有很significant enrichment compared to excitation model 然後但是呢 我們並沒有發現 damaging denormal probability enrichment 在control裡面 我們的control用的是 這個simon Simplice autism the healthy sibling 當作control 我們 據說這些denormal damage enrichment 是只在case裡面有的 在control裡面沒有的 更surprise的是 有一個 這個passway 這個叫做 chromatomodifier gene 我們找到 更非常非常強的 enrichment 在我們的case裡面 那 其實這個passway呢 不只在continental autism裡面 被找到 其實它在autism 在很多development disorder 裡面都是非常重要的 然後通常是照 是藉由這個denormal mutation mechanism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知道很多的這個chd病人啊 他在他的 比如說10歲 20歲 或者是lating life 他們會不會 會 會 會有其他的comorbidity 他會可能會 會發 會引發這個autism 或其他的neural developmental disorder 所以呢我們接下來 我們去看就是 到底 在我們的chd cohort 跟autism cohort裡面 有沒有的generated overlap 那我們 我們怎麼做這個呢 首先 我們把 我們把這些 鏡裡面有 loss of function denormal mutation 抓出來 然後呢 我們再抓 是 這些鏡是在 在老鼠裡面 是非常的highly expressed in development card 跟development brand 所以說 我們 看的鏡是 應該是要在 這個development card 跟brand裡面 有function的 然後呢 在我們的cd cohort裡面 我們找到在 103個這樣的鏡 那在autism裡面 我們找到 139個 其中有19個是overlap 那藉由這個 permutation test 我們可以估計 所以 under the now 我們大概 期待去看到 3.7個 所以說 這代表一個 很 很 很strong的enrichment 而且 也suggest就是 autism 跟continental heart disease 有很強烈的 這個general overlap 那 我Postar的training 最重要就是 我們怎麼 估計 在這個population裡面 我們看到 多少個 transmitted recessive 跟transmitted dominant mutation 那這是我 Postar training 最重要的一部分 那 在這裡我希望 我再總結一下 Denovo 有一個很 很好的 這個統計的模型 但是呢 傳統的這個 transmitted mutation 你可以想像它其實是一個GWAS 以前我們看 common variants 但我們現在看 rare variants 那我們遇到困難是什麼 第一個 你在GWAS裡面 你必須要control 這個ethnic background 然後再來呢 在GWAS裡面 通常我們不會 不會 看這個 近近通婚的影響 但是如果你是在 看recessive variants 的時候 近近通婚就變得非常重要 因為你近近通婚的話 的話 那你這個 family 可能就會有 比一般來 更多的這個 recessive variants 然後 最重要的就是 在case control 的study design裡面 對於 rare mutation 是underpower的 所以說 如果你是用 case control design 去 找association 基本上你是找不到的 在這裡我給你一個 比方 如果你case裡面 找到十個rare variants 在control裡面找到0個 去算它p-value 用fisher exact task 你得到p-value 大概是0.06 你可以去算一下 所以說 用傳統的case control study design 你是沒有辦法找到 任何signal的 所以呢 在我post out的時候 我 我extended之前的 denovable probability 的model by assume 一個非常 非常重要的hypositive 就是 如果你對 這個pobulation generis 很熟的話 如果你再看 非常非常rare mutation 我自己講的rare 大概是 100萬個人 裡面只有一個 這些mutation啊 通常都是 很新的mutation 代表它可能 一代或兩代之前 是denovable mutation 所以呢 我們assume 這些 極rare的mutation 它的allele frequency 它應該是跟denovable mutation 是非常相近的 那我之後跟你講說 這個hepass是對的 那因為這個hepass 是正確的 所以說我們可以 extended之前的 這個mark daily的方法 應用在 極rare的mutation裡面 ok 然後這裡 我就 開始跟你講 第一條 如果你猜一看 一個population裡面 並沒有這個 進行通婚 我們期望看到的這個 recessed genotype 它的distribution 是會長什麼樣子呢 那我必須先跟你講 recessed genotype 通常我們區分為 compound herozygous 跟homozygous mutation 所以呢 我給你兩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 是一個gene 有三個locus 第二個例子 是一個gene 有四個locus 所以你可以 你可以看到 這裡我列出所有recessed genotype 的情況 所以說 在第一個例子 它有九個recessed genotype 第二個例子 有16個 再來你看homozygous mutation 第一個例子 有三個 第二個例子 有四個 再來你看compound herozygous 它會是 9-3 跟16-4 所以說 它是一個mixed distribution 好 接下來呢 這就是現實的情況 通常我們 現實裡面 會有幾少部分的族群 會是進行通婚的 那 對於compound herozygous 它沒有影響 它還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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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比如說 N2-N 但是呢 你這個homozygous mutation 它的 Distribution 它的linear就是 不會跟原本是一樣的 所以說 你這個 你這個 N2 就是對於 就是對於 與賽斯基督台的 Distribution 被 就受到影響了 那我們 在這裡 我們用了一個 Regression model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model to account for consanguinity 跟ethnic background 然後呢 在這裡 我們比較三個不同的model 第一個model 是 linian model 這是藍色的 就是linian model 黃色的是 quadrient model 就是它只有一個 N2的這個term 在這個 polynoma就是 red的這個 它有一個 N的term 跟一個N2的term 所以說你看這裡 在case裡面 跟control裡面 這polynoma model 都是fit最好的 所以說在 之後的 NAS 我們就是用這個polynoma model 去估計 它的expect value 然後compare observe 跟expect 用binomial probability 所以這是我們 如何計算這個p value的形式 然後在這個p 在這個nation paper裡面 我們總共分析了2871個病人 同時間 我們也 也用同樣的分析方法 在1800的這個control 從這個autism consortium裡面來的 然後這個table就是 summarize 我們的 recessive genotype的p value 跟它的enrichment 是怎樣的 那我們先 在我們 進入 大falk NAS的時候 我們先test positive control 所以我們這裡 選的positive control 是253個進 是已經知道 會影響conjunctal heart disease 那我們希望 先用這個當做positive control 去看看到底有沒有enrichment 所以說在這裡 第一個column show的是 就是不同的subfinotide group 第二個column show的是 這個subfinotide裡面 有多少病人 第三個是 有多少個resessor genome 在none gene裡面 第四個是 你expect看到多少 第五個是 你用這個developer這個 就是enrichment 最後一個column是p value 從binomial test來的 所以可以看見是 我們在case裡面 我們找到的enrichment 大概比較 expective value 大概我們兩倍的 enrich 然後呢 你記得在第二個 第二個還是第三個slide裡面 我講說我們大概把它區分了 HTX LVO 跟CTD 跟Other group 那 我必須跟你講 在Nature跟Science的paper裡面 我們只有在CTD跟LVO裡面 看到denomin enrichment 但是呢 Hero Taxi 我們並沒有看到任何denomin enrichment 但在這個Nature的paper裡面 我們看到的是 Hero Taxi 是唯一的group 有這個 recessive genotype enrichment 在其他的group裡面 並沒有 所以說這代表是 這個 genetic architecture 在不同的CHD sub檯面 是不一樣的 這是 所以說你可能 在你分析data的時候 你可能用不同的方法 去分析不同的group 那 同樣的在control裡面 我們並沒有看到任何的enrichment 然後接下來我們用 只有passway的方法去看 有哪些gen group 有這個 recessive genotype enrichment 然後呢 頭三個最重要的passway 都是Celia gene 那 Celia gene呢 就是我們所謂的龍毛 它通常都在你的這個 cell surface 的表面 然後呢 它要控制你這個 這個信號的傳導 還有一個cell cycle control 這樣 所以說 就是這是一個 展新的發現 我發現 OK Chromative modifying genes 我們找到denal mutation Celia gene 它如何影響這個 continental heart disease 它是 藉由這個 recessive gene的牌 來影響 然後呢 之前我跟你講這個 進行通婚 是非常重要 尤其在於 這個recessive continental heart disease 那我們希望能quantify 這個影響 所以說我們首先看 通常我們quantify這個 進行通婚是用 inbreeding coefficient 就是你可以用一些 tool去算 那你可以看到 我們這個case group 是比起continental group 是非常非常的 inbreeding inbred OK 這是非常 unexpected 然後再來就是 你如果看 161個 是consanguine sample 它的enrichment 是2.5倍 然後再比較 non-consanguine sample 它是1.8倍 所以說這個 這個道具我們 藉由這個統計方法 我們可以證明 consanguineity 是一個非常 重要的factor 影響著 recessive continental heart disease 好 接下來呢 我們finish的 positive control 我們希望找到 新的 gene 所以說我們 我們之前是task的 gen group 這裡是by gene gen base analysis 然後這裡的 show的是quantile quantile 在case裡面 還有control裡面 然後呢 這個y-axis observe p-value 這個x-axis expect p-value 每個 每個點呢 是一個鏡 然後呢 這個dashline 它是這個geno-washing cut-off 你可以看到 在case裡面 有兩個鏡 reached geno-washing 一個是gdf-1 一個是mi-6 其實它們兩個都是 已知的 CHD genes 然後在control裡面 並沒有看到任何的信號 真的 所以gdf-1呢 它是 它是tgf-1 super family 然後它 已經well studied 我們大家都知道 它是regulated differential event during embodied heart development 然後這裡 我秀給你 一個很有名的result from 之前2000年級的paper 就是 你看這個homozygous mutant mice 跟hedozygous normal mice 你可以看到就是 它的內臟 是左右顛倒 如果你比較這個muted mice 跟normal mice 可以發現 在normal mice這裡 是在右邊 它這個在左邊 所以它整個就mirror 所以它整個就mirror 好 然後接下來就是 回到我們這個cohort 我們找到11個 reached geno-washing 在gdf-1裡面 那我要再提醒你喔 如果你用case control 11跟0 你大概得到p表是0.05 你不會找 你不會找到任何signal 那 所以說我們更 這 這 莉莉就跟你講說 你可能用 你必須要develop新的方法 然後 才能找到meaningful results 然後 在這個cohort裡面 GDN為什麼surprising 是因為 第一個 它有很好的 這個 phenote 跟genote concordance 因為呢 根據這個omean database 我們知道 GDN的方法會造成 double audit rub ventricle 還有這個TGA 然後你看我們的病人 他們都符合這個phenote 然後再來就是 在這11個病人裡面 有10個 有這個 這個m360 mutation 的 它是另外一個 non-sifty genes 我們知道Dominant mutation 在NY66 code 它會造成這個 Atriocephal DeFi跟Cardium Myopathy 在我們這個 在這個Cohort裡面 我們找到7個病名的resetor genotype 其中有4個 造是有胸Syndrome 那我跟你講 在我們這個Cohort裡面 總共只有37個胸Syndrome patient 那我們找到4個帶有MY6的Mutation 所以說MY6大概在我們的Cohort可以解釋 就是11%的Syndrome complex的病人 然後呢 同樣我必須說就是 以前呢 我們只知道Dominant mutation 在MY6裡面的重要性 那在這裡呢 我們找到resetor genotype會造成Syndrome complex 所以說這是一個Phenotypic Expansion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這個Dominant mutation的貢獻 OK 我們同樣的 我們做Gene-based analysis 然後呢 我們就找到一個Gene Gene-based analysis 就是Flip4 在control裡面並沒有任何signal 好 Flip4呢 它是 encode the vascular endoster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expressed in lymphatic and vasculature 基本上它跟你的淋巴系統是很有關係的 根據以前的literature 我們知道 missense mutation 在這個protein cancer domain 它會造成conjuring lymphedema 它這是一個這個慢性的這個 的肢體 它會造成你這個腫脹 通常在這個腳 這個下肢的部分 那 如果看這個 你會大概猜到它大概是Gene-of-function的Mutation 那在我們這個扣貨裡面 就是highlight red 我們找到的所有的病人 都有TOF to try to flow 然後你再看 它有不同的地方就是 它是四散在這個protein-coding domain 然後呢 所以說 我們簡單講 就是 missense mutation 在protein cancer domain 造成 Gene-of-function mutation 造成conjuring lymphedema loss of function 在 在tof 在flip form裡面 會造成tof 這個phenol胎 這兩個是非常不一樣的phenol胎 然後呢 再來我們檢視它的加細 你可以看到 其實有一些爸媽 她帶有這個flip form mutation 她是有得病的 但是呢 像這個啊 這個 這個 她並沒有得病 所以說 她的我們估計 她的penetrance大概是40% 那為什麼 有的爸爸媽媽 她帶有這個mutation 她得病 那有的 她不得病了 那這是我之後會再跟你講 就是我現在在 在研究的方向 那我會跟你講說 我的 我的hypoth是什麼 好 所以說 我大概 大概 講一下 就是我的pulsar 大概就是 用一個 新的統計方法 去 去估計 這xpitation model 尤其是transfer mutation 然後呢 這個方法是 是比一般的case control 更有效的 尤其在extreme rare mutation 然後呢 另外一個重點就是 我大概估計 recessive sorry rare transmutation 可以解釋大概2%的 CD cases 然後呢 你找到一個 Gene class Celia gene 尤其是recessive gene 因於Celia gene 會造成conjunctal disease 好 接下來 我會講這水腦症 OK 水腦症它通常是因為 你這個 這個腦裡面啊 有過多的CSF造成過度的壓力 然後造成你這個 這個 這個骨骼一直 一直放大 就是說會 會造成這個患者 會有很大的 痾症這樣子 然後通常會影響 1000 1 in 1000個這個病人 然後呢 一般來講 在這個領域裡面 大家認為它是 因為 abnormal CSF 造成的 然後呢 手術這個 脊髓液 你的手術是一般來講 會 在這個neural surgery裡面 被 be perform 在病人裡面 好 然後呢 在這個 cohort我們發明了一個 非常有趣的東西 因為 通常如果你在 Chroninical recruit病人 它是比較慢 比較困難一點 然後因為呢 我必須講就是 你在做做喊病的時候 你能得到爸媽的DNA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那通常你在 Chroninical 你很難拿到爸媽的DNA 就是說我們呢 我們用Facebook來recruit 如果有病人 他可以直接聯絡我們 然後我們 剩這個包裹 給這些病人 所以說我們可以聯絡 全美國各地的病人 然後他們可以直接 你要用那個kit 然後 不管是血液 或是cheekswap 他可以直接 計劃給我們 所以我們在三個病人裡面 我們大概收集到快200個病人 那在這個 neuron paper 裡面 我們大概 我們sequence 180個病人 然後呢 我必須跟你講說 這個 我發明的統計方法非常重要 因為只有180個病人 我們可以找到 三個 gene Rich Genome Simicum 這三個 gene呢 總共可以解釋 這三個 gene SmartC1 Patch1 Trin71 我會再跟你講 在下面的slides 它總共可以解釋 6%的病人 然後呢 這三個 gene 都 regulate Celial epithelial 跟regulate Neural progenic sulfate 然後呢 同時間我們也看到 這個incomplete penetrance 你可以看到 他爸媽都是 都是 Healthy 但是有transferment mutation 所以說這個 incomplete penetrance 大概是很常見 在這些 Deminal disorder 好 接下來 SmartC1 是一個chromatin modified gene 然後它是一個bath complex 所以bath complex 我們知道 它是regulate chromatin modification 還有 Gene regulation 然後這裡 我跟你講 一個mouse model 是從以前的配分來的 就是 當你把 brg1 是一個core bath complex 這個老鼠 它會develop這個水腦症 然後接下來path1 它是一個sonic hash hot receptor gene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以前的datashow 在老鼠裡面 如果你有這個mutation 他會造成這個水腦症 然後呢 同時我們知道 這CD啊 是非常重要的 regulating sonic hash hot signaling 好 Trin-serine-1 是一個E3 ubiquitous ligase linked to neural stem cell proplicy programming 然後我們找到的mutation 都在這個domain裡面 然後這裡跟你講說 在cell裡面 它是highly expressed in ventricle 好 接下來最重要就是 儘管這個cohote只有170個病 我develop的方法 還是可以找到 這個geno-signin head 然後呢 這三個gene大概解釋了 6%的case 然後呢 這三個gene都被implicate 在neural stem cell fate pathogenesis裡面 然後呢 我們應用了非常特殊的 方法來recruit病人 然後這個就是facebook 然後現在很多的cohote 我們在進行的 都是用facebook去recruit病人 好接下來 我會講我在做什麼 然後我之後想要做什麼 好 我Postar的work大概解釋了 12%的病人 10%denoval 2%的rear transmission mutation 但是呢還是有54%的病人 我們不知道它的病因是為什麼 然後呢 可能可以解釋這54%包含 genic modifier podigenic effect structural variation 加上一個dattitude mutation gene-viral interaction 或是non-colon violence 在enhancing跟promoter裡面 那我現在在進行 就是頭三個 genic modifier podigenic effect 跟 combination of structural variation and point mutation 第一個就是 找到genic modifier 好同樣的 這個我剛剛跟你講 fleet form mutation 對不對 你看這裡 媽媽把這個fleet form mutation 傳到小孩 還有她的sibling 這sibling都developed 了conjunctal heart disease 尤其是TOF 但是這個媽媽 並沒有 那為什麼 然後我們 我們的group去年 就是看了另外一個coord 叫做 non-syndrome min-line criniosis 我們用 用我的developed方法 我們找到smart6 但是呢 有只有20%的penetrance 然後接下來 我們去 找literate research 在這個 這一個non-syndrome min-line criniosis裡面 我們找到一個gwalt study 他們最top signature 是一個bmp2 然後呢 我們去genotype 這個bmp2 這個common mutation 然後我發現 當病人呢 如果有smart6 跟bmp2 common mutation的時候 他的penetrance 是100% 所以這就代表了 這代表了 一個好的例子 support這個2-hit hypothesis 所以我現在在做的就是這個東西 2-hit hypothesis 我希望能找到一個common mutation 這個 mediate這個driver mutation flip4 所以說這是我現在在做的東西 那 最近呢 其實有另外一個replicate 給我們這個flip4 還有這個vegF receptor 的signaling in tergera flow 然後呢 所以說這個pathway其實是非常well defined 所以說 我會用一個candidate gene approach 然後 然後藉由分析這個whole axon sequencing 跟array data 去 去找到這個 gen gene interaction 的pair 然後呢 一旦我找到這東西以後 我會用zebufrish 當作一個model 用mofonino knockdown 比較 我看到的feno type across wild type single knockout and double knockout 然後接下來第二個project 是polygenal risk score OK polygenal risk score 已經常常被用在common violence 還有gewa study裡面 然後它是用來quantify 一個人的generate risk 然後這裡我可以跟你講說 就是polygenal risk 大概是follow一個normal distribution 然後 然後 這裡是我 我故意enalte一個病人 他的polygenal risk score 比較起其他的population 他是在top10% 好 那我要怎麼應用polygenal risk score 來回答我的問題呢 首先我想要問的問題是 到底common violence 有沒有對於CHD有影響 那因為我們是trio-based design 所以呢我們可以compare 對於Parents的polygenal risk score 跟Proban的polygenal risk score 跟Proban的polygenal risk score 然後害怕的是沒有影響 對不對 你不期望會看到有任何的difference 但如果有signal difference 就代表common violence有影響 那接下來呢 我們可以stratify 這個patient group based on他有沒有denovable mutation 或者是他有沒有 這個resensitive genotype 那如果這個patient group 有這些rare mutation 那我們到底 期不期望他看到 common violence的影響呢 那同樣的 這個patient group 如果沒有 我們到底期不期望他看到這個影響呢 那同時間 這是第一個問題我要問的 同時間呢 我們可以用最近 非常HOT的一個Parents 剛發表 去找到有多少個這個patient group 有非常非常extreme的polygenal risk score 那他的影響大概可以 等同於一個 monogenic mutation 好接下來我要跟你講我的result 我們現在只有400個病人 有Axon跟Genotype data 所以說 當我們看這400個病人的時候 基本上我們是沒看到任何 太大的difference 但是呢 當我們看這個病人呢 有de novo mutation 或者是resensitive genotype 基本上 他更沒有任何的影響 最終你可以知道 就是在這個patient group 他這個影響是 基本上是被rare mutation dominant 接下來呢 我們看這個patient group 沒有任何的rare mutation 你可以看到 他幾乎有這個marginal association OK 然後第三個project 我在看就是 我們怎麼 我們同時間分析structural variation permutation 好 然後第一個就是 我們已經 call這個cmv了 然後我們overlap這個gen 在cmv裡面 跟permutation裡面 然後呢 我們藉由這一個分析方法 我們可以找到更多的erysgen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可以用tada 你可以看 可以用一個bation的model 去modeldenal mutation rare transmutation 跟copy number variation 這個 這個也是一個非常powerful的tool 然後接下來呢 就是我剛剛講 我們可以看 就是call mutation filter 看有多少個病 病人有 rare structural variation 跟home mutation 然後我會skip這裡 基本上這個 這個 slide 就是說 在non-syndromic CHD patient裡面 我們看到了 denoval deletion 跟duplication的contribution 然後接下來呢 當我們看 分denoval deletion 跟denoval depletion 的時候 我們只有看到 deletion的contribution 但沒有看到 duplication的contribution 好 然後 我 因為時間快沒了 所以我大概就是 我非常謝謝 我的mentor Rick Lifton Martina Brocken 跟Hong Yu 然後還有我的man mentor 然後這裡是 2016年 我們的lab的composition 然後現在因為我們 moved out Rockford 大概只有五個人 不過 我的feature lab 基本上我現在還在面試 不過我最有可能去的 大概就是Washoo in St. Louis 的general department 然後我用這個slide 大概summarize 我想要做什麼 那 我pulsa 我不僅只做 continua depletion 我也做hydrosophilus 同樣的 我也做hydrosophilus cerebral palsy 就是小兒麻痺症 然後這目前有一個 很大的gamy consortium 然後我們正在 擴大它的simple size 那同時間呢 如果我回到Washoo 我會繼續做 這個Alzheimer disease 那我想要focus的方向是 那種tool或master development 我想要看的是complication models 然後我想要prs 看prediction risk prediction 同樣的 我希望有一個wetlab 然後我也跟我department chair 要了 所以說 我希望用zebrafish 當作model去看 去驗證這些mutations 那同時間 我也跟其他人合作 在做一些crisper cas9的screen OK 這裡 這裡有一個slide 大概summer一下Washoo 大概長什麼樣子 如果我 開始的話 大概我在2019年的7月2號 會開始尾聲師 那Washoo呢 根據2019年的US News 他跟NIT跟Stanford 並列第一名 在genetic technology in biomas 然後 在最好的 醫學院名 他第八名 然後這個是 最新的Washoo的general beauty 所有的 幾乎所有的general department 都在這裡面 然後我的時間是大概在第四樓 這樣子 然後這也是Washoo 應該說神錄最有名的地標 就是Arch 然後 如果 我現在正在找Post 如果 你有興趣的話 請你 請你 請你跟我聯絡 非常開心 能跟你 跟你聊一聊 然後 謝謝你們 然後看你們有什麼問題 我都非常容易回答這樣 謝謝 謝謝金博師 非常精采的演講 我想 像 你那個 康經驗說 哈底劑這一部分 我不曉得 生活的科學 在美國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像在台灣 婦產科醫師 因為很醫療 都把那些先天心患 心臟病的病人 都Screen掉了 所以 相對 Case會 當然 我相信也不會影響那麼大 不過 顯然會影響到某些 因為先天心臟病 你剛剛也提到 不痛準備也有一些差異 是 所以 可能要說Case比較快 在台灣 在美國也沒有問題 好 那麼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們可以有一點時間 大家 發出科學 謝謝 謝謝金博師 非常驚訝你的演講 謝謝 我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 如果是 因為我看到你在比較 Azone aggregation 看那個 Consequenity 為什麼它 suppose 因為一些比較 Consequenital的 Sample應該是會 被Screw掉的 那那個是為什麼 它會被留著 而且還這麼高的 ALEO Frequency 然後另外一個是 我看到你的 那個 Polynomial的那個 QQ化 它有一點 D-Flag是有什麼 特別的原因嗎 D-Flag 就是 D-Flag OK OK 首先回答你第一個問題 基本上我們 我們這裡有好多個 Center 其中有一個在阿拉伯 所以說 很大一部分的 這個Consequenital 是從阿拉伯那邊來的 對 所以說 所以其實有很多的 你知道阿拉伯 其實他們很多是 近聽通話 所以說你如果再去看他們 他們的祖母 其實大部分這些 一百六十幾個都是阿拉伯來的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收的病人 大部分是 非常非常 就是非常 非常 非常嚴重的 Consequenital disease 我們特別select 那個group 就是說你看到比較Mild 比如ASD ESD 我們通常不太 recruit這些病人 然後 我不知道是不是 臭小 就是有可能 在這些特別特別 Servile的病人裡面 他的concent quenital disease 是 是enriched 只是因為 你在 他來病 他來這個 或是他來你這個 study 的center enroll的時候 你不知道他是不是concent quenital disease 對 但是事實上 當你回溯的時候 你會發現 他們其實是 是有蠻大的部分 是進行中 然後 關於你第二個問題阿 我不必說這個 這個master 有一個 cavia 就是 當你如果沒有任何的 count的時候 他其實他批代率會比較 比較小 比起experience會比較小 所以大部分的進 都是沒有count 所以你會看到一個 這個short tell 對不對 因為呢 我可以跟你講說 resized genotype 大概只有100 100多個進 有resized genotype 所以說 你想想看我們人類有2萬個進 所以大概有1萬8千度的進 它是 peexperience是1的 所以你會覺得它是defel 這樣make sense嗎 yeah 各位也有什麼問題嗎 你剛剛講那個 polygenic risk 可能是要拿一個 maha tipo of prediction OK 所以你的問題是根據 polygenic risk 怎麼去calculate 那你怎麼去 那個risk score是怎麼樣做 OK 所以說一般來講 你要有一個reference publish reference study 通常就是 你用之前發表最大的 那個gwa study 他的 這個odd ratio 去當做 一個估算 你這個snips 的effect size 那 通常我會match 他的那個array的type 這樣你才能得到 相似的這個snips 對 然後呢 我們會先用ld pruning 把一些 在ld的snips去掉 然後呢 用 之前的那個reference study的 odd ratio去計算 所以 其實它是一個很簡單的算式 它是summation effect size times 你的allel的copy 所以說你每一個人 你只要有gwas array 你都可以得到一個這個polygenic risk score 但是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就是 這個是ethnic specific 所以說你不能用 European的這個gwas的summary study 用在這個 Asian這樣子 所以說 有一個很cab 很大的cab 就是你必須要有一個reference study 你才能算這個prs 所以你是用過去的snip data 然後重新calvary的population 對 過去在2014年 在message裡面 有wellcome trust 他們有published一個 European的chd study 所以我是用那一個 然後呢 聯絡他的那個author 拿到原始的day 然後自己做amputation 然後 然後 這樣子要算多久 其實還蠻快的 現在的2其實還蠻快的 那個 那個學長 那個陳菲昂學長 一定 一定可以把那個 搞定在大概 一個禮拜之內 我覺得 那個是蠻快 plink應該可以 很快吧 那種 非常精彩的演講 那我知道你大學的時候念的是 是應用數學嘛 所以是以數學的思維 來切入這個genetics 所以做得非常好 那我想問的問題是 如果未來有機會 譬如說跟台灣合作 那你目前這些方法包括 autosomal dominant Denovo這個是比較單純 但是包括resesif 要算一些 Rare Leo 或者是polygenic risk score 可能會有一些population 不同的問題 那 那台灣的sample 很容易 加在你整個大分析嗎 還是台灣 要跟亞洲 有一個大的控制權 才可以往下做 OK 就是 如果我剛剛講的 我這個 我這個model 第一部分的model 它是用 extension of denovitation 對不對 所以說基本上它是 不depend on essence 所以說你只要有一個大人活活 然後 如果你只是看 extreme rare mutation 是沒有問題的 對 但是呢 講到這polygenic risk score 那這個是一個carrier 你必須要有一個reference study 那 我知道 UK他們現在有啦 我想這個 台灣 大陸 或是 我不知道 Korea有沒有 對 雖然說我們 都是 亞洲人 但是我知道實際上 我們這個 common violence 的structure 還是有一點差距 不過我想 慢慢的就是 這些 價錢已經很便宜了 所以 慢慢我相信 會 會讓這些 Asian population 的study 會越來越慢 越來越多 那我相信前幾天 大家你可以看到一個report 就是 現在的generic study 大概 九成啦 精確數是86% 都是European 只有14%是其他人種 而且是所有的 所有人種合併起來 所以我覺得 有很大很大的 這個突破空間 然後 你也知道 European的generic background 跟 其他都不一樣 所以我相信 美國一定會可以找到 其他不同的技能 不好意思 可以再請教一個問題 就是 不管是Mark Daly 那個 Gene Conscience Score 還有你的model 其實還是 Ingle Nucle Tine 的change為主 那 因為我們知道 很多consciential disease 除了 Lost of Function之外 還有一些 也許是 Indale造成的 或者是 長版 不那麼一致的 那像這樣子 在 如果有一個 新的model上面 如果你要 開發一個新的model 或者是要怎麼應用的時候 是不是會有不同的考量 這樣 喔 這是非常好的問題 OK 其實每個問題都非常好 對於Structural Variation Whole Axon Sequence 有它的非常大的難處 因為基本上你沒有 Intergenic 沒有 Intronic 所以說 你可以去看Literature 基本大部分都是用 Case Control Study 然後同樣 它要make sure 這個 它的這個Capture Mass 是一樣的 所以說我必須講 就是在Axon裡面 你要看Structural Variation 就是非常困難 我基本上我 我雖然只有有在Call 然後我 其實我第一年就Call完了 但是我都發不出去 對 但是是因為 有這個Inherent的困難點 那 你要解決這個困難 Hold Genome Sequence 就是 就是 那種是showing down showing down 我覺得hold Genome 我覺得hold Genome 對 有各種不同的tool 我知道GATK可以Call到25Base Pair 然後有一些其他的tool 可以Call Median Size 或是 大的 所以我覺得Hold Genome Sequence 絕對是solution 對 但是有一些 那種repeat region 或是GC content 特別高的 那些就Hold Genome 也是 Data Query不是那麼好 可能你得要用這個Long Read 我猜 那個10X 它們有專門的tool 專門的sequence platform可以用 所以如果你對 structural variation 我覺得10X應該是大部分 只是它太貴了 對啊 這是困難點 就聽說中國以後 它的序列資訊 它也不外放 你有聽說這樣嗎 中國系列資訊 對啊 其實 其實 我覺得 抗議 我相信是不外放的 除非 他們的 他們第一個paper出來了 不然他們基本上應該是不會 share 他們的data 或者是 或者是 它就算給你data 它也是部分 好不好 所以你看這些European 它這麼generous 把data 給大家使用 中國它不會 是不是 這我不確定 我對中國的 中國它現在 中國很久以來 它是DNA 是不能 不能輸出的嗎 你知道嗎 那現在它的意思是說 傳聞是說 它這些sequence 它都不會讓你用 是這樣子喔 你有這樣聽說嗎 我沒有聽說耶 可是你自己觀察到 他們很少的 share sequence 對 但我覺得還有一個很大的困難點 就是 這個 data generated的地方不一樣 會造成很多的bash effect 是說就算你拿到它的data 你可能也不能用 對不對 比如說BGI 他們很多人做low coverage sequence 那你可以用那種data 這是我比較大的concern 就是 對於我而言 我還是希望是well matched 幾乎用同樣一個platform出來的 會是 會是未來我覺得 能做的方向 那我舉個例子好了 你知道 Alzheimer disease consortium 他們之前有一個很大的grant NIA他放的 這個他們好像要sequence 大概1萬到2萬個sample 它後來有政治的角力 所以它分了三個不同的batch 這三在三個不同的地方sequence 用不同的capture array 所以說 根本沒辦法用 他們現在根本沒有辦法找出consistent results 對 所以我覺得study design 是最重要的 然後 就像很多autism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autism 長期follow out他們study 你會發現其實他們大部分的axons 都是從EL出來的 對 就是他希望避免這個bash effect 對 就是 我相信就是 genome也是一樣的 然後以後的 genomic sequencing project 大概也是這樣子 就是 你希望你看到是真的signal 不是batch effect 對 這是我個人的感覺 我就是我不太擔心 我不能用這個 大陸出來的data 我比較擔心的是它 對 謝謝 好 時間也差不多了 先謝謝 俊博士精采的演講 謝謝 謝謝